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年冬天南加州未必都會下雪 而2017年下的特別多 離洛杉磯不遠的Mount Body到2月份還有雪 若不喜歡塞車或開長途的話 其實Mount Body很適合合家大小前往 無論你是熱血的滑雪好手或初學者 甚至完全不滑雪 都可趁假日來玩耍一番 保證不需此行 加州各地都有滑雪場 為何加州樂志獨挑這一家 因為Mount Body這地方大家都聯想登山或践行 比較少人專程來滑雪 實際上 這裡距離洛杉磯不遠 從市區開去也不到2小時 山頂上可滑雪 玩雪板和雪橇 加上風景壯麗 其實蠻不錯玩的 去Mount Body的滑雪場 就是車沿著Mount Body Road一路向上開即可 夠簡單吧 山頂的停車場很小 需要靠工作人員導引找車位 售票處 流動廁所就在停車場旁 很容易找 只是前往滑雪場 你的搭個長途 攬車Lift才到的了 這個名為Sugar Pine Lift 的攬車 其實就是一張簡陋的座椅 一屁股坐上後 就一路循著鋼索往上移動 若有聚高症的人不太適合 要來玩請考慮再三 滑雪場旁有餐廳跟租售裝備的用品店 靴子跟滑雪板一應俱全 初學者建議先上一門課再開始滑雪 終究操控考驗技巧 有人指點會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所以如果你喜歡玩一些雪上運動的話 這裡其實是蠻不錯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你通常到了滑有高度 每一個高度都不一樣 要針對你個人的一個 你對滑雪的一些技巧跟你熟悉的程度 來決定你的高度 當然如果說你來這邊一定一開始要先 Taking Class 去學怎麼樣去滑雪 無論你是學Ski 還是學Snowboarding 就是一般傳統的滑雪 或滑雪版都可以 一定要先上課學過在這裡 我也是之前也是學過的 再來就是如果你還是真的 很害怕滑雪的話 因為這個有速度的嘛 那邊有個東西叫做Tubing 就是用滑雪像放一個輪胎 像雪橇一樣的 那樣滑 這個就是 荷家大小都可以一起同樂的遊戲 也是很好玩的 所以今天我們玩給你看 我現在就要來試一下這個叫做Tubing Tubing就是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就是你屁股坐在這個輪胎上面 然後把你推下去就好玩了吧 謝謝看到 在一起 Gitar 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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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